简直不可思议 仅凭一堆竹签就能打造出一件极品珍宝 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了 小伙先是将竹签用红色胶带捆扎了起来 紧接着依次用切割机切成两段 加工成相等长度的竹签备用 再取出提前加工好的塑料模具板 沿着边缘画出线条 用电钻从四个角钻出卡孔 再将线距从卡孔穿入 沿着线条彻底锯掉 取下来之后将底座放上 边缘处用黄色粘胶粘贴紧式 再将几块塑料配件全部拼装起来 边缘处用黄色粘胶涂抹 固定好之后 只留出顶端一个开口 再将刚才切割好的竹签整齐的堆入 堆满之后 顶端用一个塑料板压实 边缘处涂抹上粘胶 固定结实 防止竹签的松动导致松散 塑料盒的另一侧也用同样的手法 将加工好的竹签一次堆入 全部摆好之后 顶端用塑料片固定 边缘处涂抹上粘胶粘贴紧式 中间放入灯带 连接好预留的线路 取出一个玻璃缸 提前准备好两杯 还养树枝溶液 倒入之后 滴入少许天蓝色素 将还养树枝溶液 充分地搅拌均匀 紧接着缓缓地倒入塑料盒内 直到整个还养树枝溶液 将竹签和灯带彻底淹没 等待24小时后 充分凝固 再将塑料盒拆掉 只留下竹签和凝固后的 还养树枝溶液 手艺人非常的辛苦 如果您手机还有电 麻烦点赞支持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紧接着将其放在纱带机上 开始打磨抛光加工 上下左右 全部都要打磨的平整光滑 底部同样也要进行 一番精细化操作加工处理 完成之后 再用机器进行细致的抛光打磨 再用纸巾擦拭一番后 瞬间就大变样了 完工之后 整体再喷洒几遍木漆漆 底部焊接上预留的控制器和线路 安装完成后 这个霸气十足的小叶灯 就大功告成了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有没有惊艳到你 造型奇特 真的是太帅气了 闪烁的灯光 犹如夜空中的繁星 为整个房间增添了温馨的气氛 您觉得小伙子手艺如何 如果让您给这个小叶灯开个架 您觉得值多少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下期我们精彩继续